我是熊乳贤 嗨 我是陈永龙 这个星期的你 好吗 周末的晚上 一个人也可以孤单的很嗨 风音乐 来点流行经典听觉 陈永龙 熊乳贤 制作主持 我们的相思 在风里游 让我们陪你在歌里散心 要记得谢谢自己一下哦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这里是风音乐 我是陈永龙 嗨 我是熊乳贤 你今天好吗 每个周末都要听我们风音乐节目 因为我们分享的许多音乐主题 甚至是回味的好歌 这些都可以陪伴大家一个很好的周末夜 对 这几集我们都在介绍 风飞飞 也许也是我们个人的情感 那么我相信这些我们喜欢的歌曲 藉由这样子的交流 可能会唤起你很多的回忆 可能会唤起你的勇敢 对 也许会唤起你一些伤心的过往 但风音乐就是大家的心情小房间 对 就是你想哭 你想笑 你想告诉我们你的小故事 透过歌曲 你都可以分享给我们 如果在脸书的话 你就是找风音乐 对 如果是在微博的话 你就是找野火乐集 那在这几个社群平台上面呢 都可以串联到我们风音乐的音频节目 那我们的节目呢 是在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的晚上十点准时上线 跟大家一起分享好歌 对 我们今天继续来听风飞飞 很多大家都熟知 它可能原来是夕阳歌曲 但在早期的台湾唱片节 那个时候版权还没有这么的清楚 所以有很多从西洋翻译来的中文歌曲 但好歌大家唱 对 凤姐就把这些很好的西洋原曲 翻唱成很厉害的中文歌 而且也是凤姐在歌唱生涯当中 很重要的代表作耶 真的 我相信她只要一开口唱 全世界都要沉默了 我们来听 爱你在心口难开 我爱你在心口难开 爱你在心口难开 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 我爱你在心口难开 你可知道我在爱你 怎么对我不理睬 爱你在心口难开 请你静清静 惊默了你可知道 这些什么 爱你在心口难开 你可知道我在你 怎么对我不理睬 请你静静告诉我 不要叫我多一财 我爱你在心口难开 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 我爱你在心口难开 我想你在心口难开 我爱你在心口难开 我爱在心口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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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这首歌在哄的时候 我那时候背着书包 我们都还会骑着单车 然后就唱这首歌 我爱在心口难开 我爱在心口难开 他拥取是一首英文歌 那他是在80年代 就非常红的一首歌 没有想到凤菲菲翻唱了这首歌之后 他更扩散在华语听众的心中 我相信现在听风音乐的朋友们 大家都也有经历过这个历程 就是我们有一个翻版的畅销的专辑 叫做学生之音 我不知道在其他这个华人的世界里面 这种翻版的英文是不是也是叫学生之音 但台湾学生之音就是讲 美国Billboard的排行榜热销歌曲 是一张合集的概念 对对对 就是排行榜冠军的歌曲收录 然后都是收英文版 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翻版的唱片 可是透过这些翻版的歌曲呢 我们就听到了很棒的旋律跟编曲 就可以把它转化成我们自己熟悉的语言 而且你看哦 它的英文名字叫more than I can say 对 但是它的中文歌名就是爱你在心口难开 对对对 好会写哦 很会写啊 好会翻译 而且那个时代真的是 大家都比较民风保守 如果可以唱一个爱你在心口难开的话 好像也是一种表达情意的一个蛮直接的方式 那凤飞飞这首歌很独特的转音啊 或者是它在歌曲上面的铺陈啊 都会让大家很容易的想要去模仿它 其实现在听节目的听众如果你会讲闽南语的话 哦哦会有一种那种启示音的感觉 撞声词哦耶耶 对这是那种哦哦对对 就是耶耶又是一种比较野性的 嗯 所以虽然它是一个撞声词 但是它好像在自己的母语里面也找得到对应感 嗯 对啊对啊 而且它的歌词都很简单啊 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 爱你在心口难开 好像身边少了什么 爱你在心口难开 都很可爱啊 对其实西洋歌曲本身词意就简单 嗯 所以在做翻译中文歌词的时候啊 它还是会比较接近原文想要表达的意思 嗯 因为那个跟编曲有关系 对对对 对就是编曲如果喜悦的话 就很难变成一个悲伤的 另外一个语境的版本 对对对 嗯 风云飞呢 它演唱过许多由英文歌曲翻译过来 为中文歌非常好听的曲目 接下来这首歌呢 相信大家一定很熟悉 我们来听雨的旋律 也愿意仿佛也在笑我太痴呆 像我窗门一散也不开 那也愿哪里知道我的爱不在 它一阵一阵洒下来 那也愿意仿佛也在笑我太痴呆 像我泪珠滚滚套不胎 那也愿哪里知道我的心悲哀 她一声一声飞踩 鱼鸭请你为我音讯呆 我一声她为什么不把我理睬 最后走了我的痴心 该不该该不该 我心里只有一个她是我的爱 她的眼笑留在我脑海 我心里只有一个她是我的爱 请你去给她说明白 鱼鸭请你为我音讯呆 我一声她为什么不把我理睬 最后走了我的痴心 该不该该不该 我心里只有一个她是我的爱 她的温暖留在我胸怀 我心里只有一个她是我的爱 她的温暖留在我胸怀 雨的旋律其实是源自于一首英文歌 Reason of the rain 也就是同一名嘛 就是雨的旋律 雨的旋律 对啊太红了太好听了 我昨天还以为你们没有找到这首歌 还有我又在Iteos买一次 为什么要再多买一次 其实真的那昨天一闪神啊 就觉得说雨的旋律那时候凤飞飞一唱出来的时候 即便没有听过西洋原版 都觉得说哇这个歌的诺好听啊 对啊 对而且她还有那种雨的那个声音 她又用她的 对她用她自己的和声把它唱出来耶 对你记得那个季晓军的那个雨云 你这首歌就是whalal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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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aralaralar 对对对 salaralaralar 季晓军的雨就很大 嗯 可是凤姐在唱那个 地利打拉地利打拉 其实是一个抒情的雨 对啊 而且啊其实这首歌啊 歌词其实字满粘的 你们有觉得 可是凤姐唱的时候其实它好轻柔哦 对 这首歌的原曲英文歌本来就很好听了 然后这是呢 现在我在听到中文的版本 才说没有人可以取代凤飞飞的这个版本 对 那也于仿佛夜在笑我太痴呆 就很难唱对不对 那也于仿佛夜在笑我太痴呆 笑我窗儿一闪也不开 这不好唱啊 真的不好唱 其实大家 就是听众朋友 你自己唱一遍 真的不好唱 对 即便是 那你唱嘛 陈永龙你唱 你歌手啊 我看来就觉得不好唱 我都不敢挑战 那你来啊 那也于仿佛夜在笑我太痴呆 笑我泪珠滚滚头部台 滚滚头部台 对 那也于那里知道我的心悲哀 他一生一生肥猜 就是说西洋歌曲 它的原文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字 可是唱成中文之后 一刻音符就是一个字的话 对 其实很难唱 对对对 但我们听的人都觉得 哇 他唱得好好 对呀 真的你去挑战一看一看 这首歌其实是有很多人唱过 邓丽宇金演唱过这首 那凤飞飞是最经典的 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 那在近期呢 肖敬腾也演唱过这首歌 哦 嗯 肖敬腾也唱过 对呀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厉害 真的真的 对它是魔音川脑 我们今天就是要分享给大家 许多凤姐曾经翻唱过的一些英文歌谣 对 这些歌曲其实在当年都很红 嗯 就是我们讲的就是 它是畅销排行榜里面 大概就是前三名的歌曲 嗯 那有一首歌呢 其实全世界华人 只要是像我们这种1960年代以后生的 或者1950好了 3040 你都一定知道的歌 Rose Rose I love you 玫瑰玫瑰我爱你 玫瑰玫瑰玫瑰我爱你 玫瑰呀玫瑰 轻易走 玫瑰呀玫瑰 轻易闹 转向太太静止地 呀玫瑰呀玫瑰 哎我爱你 心的十月 心的轻易 神界的光辉 照大地 心的十月 心的轻易 神界的光辉 照大地 玫瑰呀玫瑰 轻易闹 玫瑰 玫瑰 哎此雄伟 山梁南枝 可加烈 玫瑰呀玫瑰 玫瑰 哎我爱你 玫瑰呀玫瑰 最娇美 玫瑰 玫瑰 哎最便宜 村下开在石头上 玫瑰呀玫瑰 哎我爱你 玫瑰呀玫瑰 轻易走 玫瑰 玫瑰 哎 轻易闹 玫瑰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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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灰照大地 玫瑰 玫瑰心而见 玫瑰 玫瑰 此而见 为不少冰冰之恋 玫瑰 玫瑰 黑胡 爱你 真是太好听的一首歌了 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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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太好听的一首歌了 玫瑰 玫瑰 我爱你 对 你不知道刚好说我们有小故事 其实这个是中文版本先 是啊是啊 这首歌原来是在上海时代的 一位歌手姚丽演唱 当时就流行的一首歌 后来有许多许多的华语歌手翻唱过 在1951年的时候 有一位美国歌手把它翻译成英文歌 就是我们听到的 Rose Rose I Love You 这个美国歌星叫做Frankie Ryan 他翻唱了玫瑰 玫瑰 我爱你的英文版 所以他是中文版先有的是 西方的歌手再来翻唱成英文 对啊 所以他反过来了 他是反过来的 对耶 这首歌的那种旋律感跟律动感 的确真的是会很容易传唱 因为我很喜欢跳这种基鲁巴的舞 可是我自己没办法 我一定要用很会跳的男生来带 所以如果有人带你 你就会跳了 就是他等下允许我 可能倾斜感比较多一点 有些男生真的是很会带舞 很会带啊 让女生一直转一直转 对 如果很会跳的话 我觉得这首歌跳基鲁巴的那种感觉 真的好美好爽 真的耶 而且凤姐在这张专辑里面 他里面也有一些是中文的 例如说 今宵多珍重 何日君再来 月光小夜曲 对 都在这张专辑里面 好会选歌 不管是当年的唱片公司 或者是凤姐本人 或者是凤妈妈 我们刚刚在那个录音之前 还在讨论说 凤妈妈真的很伟大 所以也许过去的新闻里面 都讲她是比较严厉的新吗 对 可是看到凤姐一生这个 带给大家这么多的好歌 就还是一定有一个人 告诉她做这件事情是对的 还是不对的 那一定就是妈妈 她有一个非常清楚的 把关的人在训练 这个角色就是凤姐的妈妈 对 这爱做 这不爱做 就是要做还是不要做 这件事情我相信 担任一个伟大的新妈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她要扛所有 做坏人的角色 对 对 包含像我们也介绍过邓丽君 我觉得邓妈妈也是一个 很伟大的新妈角色 是啊是啊 我们听到的这些 其实编曲都非常好听的 其实这些都是东尼机构 发行的专辑 我相信东尼机构 当时在台湾的流行音乐圈 她的确有发展出来 一种音乐的新的样子 应该是说东尼机构 她是在新马地区 那么她从夜总会一直到唱片 甚至于到电视节目 就她们有一系列的包装 她有点像什么 现在的Life Nation 哦 国际创意经纪公司 不好意思 风音乐听众们 我们就是这样调话的 一定要这样子讲啊 对啊 Life Nation是现在很大的 国际演出平台 是是是 马达娜也是签给她 那 五月天也是签给她 对 Life Nation很重要 当时的东尼等同于 现在的Life Nation 我们来听 哦 苏珊娜 《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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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唱这首歌的英文版吗? 不会 可是Oh Susanna都会啊 对啊 你会唱英文白家你唱吗 I'm come from Alabama With my banjo on my knees I'm going to Louisiana Oh Susanna don't you cry 你好会 你英文好棒哦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吗 为什么 因为在学生时期 为什么你问为什么 我就要问你为什么 好你讲 因为我在学生时期 在补习英文的时候呢 这首歌是英文老师的代表作 真的吗 对啊 因为其实它就是一个字很黏的歌嘛 对对对 I'm going to Louisiana With my banjo on my knees 可是你唱的歌还蛮好听的 民谣嘛 你不晓得陈永龙就是民谣歌手嘛 对 你那个民谣嗓唱任何民谣 陈小霞老师不是说 你好适合出一张民谣专辑 陈小霞就是那个陈小霞 十年的那个陈小霞 他也跟我讲过一样的话哦 就是先讲前提 凤飞飞带给了许多人幸福洋溢的歌曲 陈永龙的歌声就是要唱那些幸福的歌 哦真的哦 所以他就说你应该唱那个喜气洋洋啊 有幸福的歌你都可以唱啊 因为你的声音里面就有一种幸福感 小霞姐真的是第六感很准 我现在都在模仿他讲话还要指 你就是要唱那个有幸福感的歌啊 对 我相信皇人世界里面对陈小霞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 她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姐姐 每天她会骑着她的摩托车 从山上到山下买买菜跑跑步 买香蕉 对 可是她的歌写出来就是那么诗情画意 真的 凤姐在翻唱许多英文歌谣的时候 透过她自己的转化 其实把这些听起来很凹口的歌 都变成是一个很轻柔很轻快的民谣了耶 哎我想插嘴耶 你插嘴啊 就是刚不是讲到陈小霞吗 嗯 虽然我那天没有拍到照片 可是我现在可以在风音乐里面分享 你什么时候拍到她的照片 没有没有 那那个当下我想直播啦 嗯 就是有一次我们跟李宗盛陈小霞 还有咪咪姐 咪咪姐是陈志远老师的太太 嗯 还有陈秀南老师 嗯 就我们五个人去吃饭嘛 嗯 咪咪姐她就带了很多面条 嗯 然后好多哦 因为她开车嘛 嗯 所以她就分给大家 因为我们平常的聚餐 有时候就是大家会分享一些 哦 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好 多买一些 然后咪咪姐那天就带了很多面 结果呢 小霞姐呢 嗯 因为她是骑摩托车来嘛 嗯 所以她就用了一个纸箱 嗯 然后就把这些面啊什么 就放在摩托车的前方 摩托车的前面 不是有一个那个踏脚的地方嘛 对 然后就看到李宗盛 嗯 跟陈小霞两个一直在 怎么想办法骑摩托车的时候 那个纸箱不会动 嗯 当下我就看他们两个弄很久 李宗盛之前早期没有创作之前 他其实是宋瓦斯的嘛 嗯 所以他就很会瞧这种 一个巨大的东西放在摩托车上 我也很会瞧哦 对你也很会 然后小霞姐就很坚持 因为他的摩托车又不是很大的 嗯 所以就在那边一直瞧瞧瞧 然后李宗盛还去餐厅给人家要那个 宽胶带绑啊怎么弄 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在旁边看了 因为我是里面最小的 我就说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直播耶 创作天王在帮创作天后 两个在想办法怎么样把一箱面 绑在摩托车上面 没有我觉得你在冷眼旁观耶 其实你应该就说小霞姐我帮你载回去 没有我后来就 他们两个弄得满头大汗 嗯 因为我跟小霞姐住很近 然后说小霞姐 你哦 现在哦 骑你的摩托车回去就好了 就是你现在骑你的摩托车回去就好了 我给你载去你的家 对我就把这一箱面送到小霞姐家 其实有时候音乐人大家都说 啊这个创作偶像 那个什么创作天王 可是他们平常还是要用宽胶带绑一箱面 不要以为这些所谓的创作天王天后 他们都是不食人间烟火 他们食人间烟火 对他们还是会 他们还是会下山买菜 他们还是会到市场里面 跟大家杀架 对是的 而且我那天在看他们两个汗牛夹背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说 其实我真的觉得现在直播很值钱 从欧苏珊娜 然后聊到这个创作人的故事 真的蛮可爱的 我没有照片 我没有直播 不要跟我要 接下来这首歌呢 也是另外一首英文歌曲 凤姐翻唱为我别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听 我怎能舍得放开了你的手 这一生再会 不知道要等多久 我昨夜曾想过 泪水不要清流 谁知道这个时候 谁知道这个时候 人就连水也不能够 爱情的誓言 句句我都接受 只怕把坏念 遗落在离别后 只怕把坏念遗落在离别后 就让心中乱流通过我们的手 希望她能够给我 希望她能够给我六点光景 让我笑愁 在那我的时候 此情到尽头 哦 今夜 今夜你我分手 此情到尽头 爱情的誓言举举我都接受 只怕把怀念遗落在离别后 就让心中乱流通过我们的手 希望它能够给我留点温情不过深秋 在了我的时候自情到尽头 今天你我分手自情到尽头 爱情的誓言举举我都接受 只怕把怀念遗落在离别后 就让心中乱流通过我们的手 希望它能够给我留点温情不过深秋 温情的誓言举我都接受 前代的一首歌叫做SAD MOVIE SAD MOVIE 你现在不讲我都还没有想起来 但是这首歌凤姐唱的已经不像SAD MOVIE 唱的是幸福的MOVIE 它就是有一种歌声会让你一直听一直听 一种魅力 一种魅力 而且为什么那个时候早期的歌曲都会 为什么 Boom姐跳歌的时候只要有它就很喜欢 帽子 对 在那我别的时候怎么唱 所以是不是以前就是写到副歌的时候 第一个音写不出来就直接哦哦哦比较快 没错 而且就很有记忆点 对对对 我们在准备这一集资料的时候 我们年轻的小编他就问我说 请问一下 卧别的时候那个原曲叫Sed Movie 那个时候很红吗 那我们另外一位同事就说很红啊 Sed Movie always make me cry 对其实哦真的还蛮感动的 因为野火月级的办公室 就是我们风音乐这个小组啊 在每天的脑袋里面 我们都在想着一些歌 可是呢我后来发觉 就是我们也许每个礼拜都在录音 可是再忙再累 听到这些歌我们回到家 就算是深夜都好快乐 嗯对 可是我们深夜的时候偶尔还会再发一些短信 我觉得那首歌他唱的好可爱哦 真的很可爱哦 或者是去模仿一下 凤姐他可爱的凤事发音 对 我希望把这幸福的感觉分享给所有 喜欢这些歌曲的朋友们 因为这都是从心里出来的感受 像一块幸福的海绵想要给你 这几个礼拜啊都一直在分享 凤姐在他这一生当中给我们的许多 从歌里面他有像好朋友的陪伴感 然后他也有像你在你说他是那个女工歌手吗 就是当你在辛苦工作的时候 你听到他的声音你就觉得说你工作不累了 对对对 女工歌手其实是一个比较贬义的名词 但是当然在那个70年代的时候 女性要就业 当然还是以工厂作业员为主 对所以女性走出家庭 她没有办法去不负担家庭的责任 对 所以她在一边工作一边顾家的同时 她需要有一些疗愈的抒情 或者是工作时候有听到一些快乐的歌的时候 幸福就会来了 你就不辛苦了 对 握别的时候这首歌 我真的要讲一下作词人孙怡老师 孙怡老师 这个歌其实中文版也很黏 然后孙怡老师呢 因为是早期产量非常多的作词人 我就觉得说哇 这歌他可以把词填的那么好 因为我也填了很多翻译词 填翻译词真的比写原创更难 真的 非常难 因为他已经有一个长相在前面了 所以孙怡老师翻这首歌真的很厉害 这些作词人呢 真的是可以把这些好歌翻译成我们熟悉的语言 接下来这首歌 这是我爸的偶像 马力连蒙鹿原唱 我们来听风飞飞演唱的这首 《大江东去》 看流水悠悠 看那大江东去 不回头 有时浪淘淘 他有时紧悄悄 爱情像流水 像那大江东去 不回头 永远像灯流 流到沧海不停流 为了你 为了你 我为大家在乎好 看他掀起浪淘淘 为了你 我为爱情在乎好 在乎好 走遍那海 走遍那海 交河天涯 一种人 要何处寻找 看流水悠悠 看那大江东去 不回头 不回头 为了你 我为大家在呼唤 看他嫌弃浪淘 为了你 我为爱情在呼唤在呼唤 走遍那海角和天涯 一种让我何处寻找 看流水悠悠 看那大江东去不回头 为了你 为了你 那大江东去不回头 这首歌的原唱就是玛丽莲梦路 对 在1954年的一部电影主题曲 Reverb No Return 对对对 我跟你讲我爸以前真的会去买很多玛丽莲梦路的杂志封面或者海报 因为我爸很洋派 他就是偶像 其实后来我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 我到了那个Beverly here 我也是去买玛丽莲梦路 那我可以分享给你 我国中的美术课第一个素描作品也是玛丽莲梦路 真的吗 他有一张非常好看的一张黑白照就回眸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学素描不是要先画格子吗 那个就是我的第一张素描作品 对其实大家还是可以在网络视频里面找到这部电影 我觉得玛丽莲梦路当时一直到现在 他都是一个没有办法被取代的偶像 对 这个歌词真的很厉害 叫做大江东曲 对 它是取自于唐诗 大江东曲 浪淘金 昨天就也查了一下这个翻译词的人叫斯图明 他真的很厉害 他还翻译了Jambalaya 变成是小赖麻 对小赖麻 然后Seven Lonely Days 给我一个文 对呀 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斯图明 斯图就是公司的斯图 是图部的图 明是明天的明 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创作词人 他把这些经典的英文歌曲 以中文词翻译之后 在华语的音乐圈里面又再度被流行起来了 他翻了一个叫做 为了你我为大家将在五号 可是英文的原版是Valerie 对 那我昨天就也在查Valerie是什么 嗯 你知道Valerie英文原版是什么意思吗 它是什么意思 是河水的声音 它是一个装身词 它真的就可以翻成为了你耶 很厉害很厉害 凤姐有许多翻唱的英文好歌 接下来我们听旋转的记忆 它跳跃的影子 它跳跃的影子不停旋转 呀满天的怀念的灰 那深圳的双眼在这夜晚 呀重温这惆怅心悲 我超过来的事后破逃 熊游游沧 冲击着半浪奔飞 蘇海兵们不敌龙青的日子里 看夕阳看海吵吞 那时我转离身最美 记忆一样 一遍遍遍都梦寐 那条腰的影子不停旋转 鸭满天地怀念地灰 朝来的时空火到汹涌 冲击着白蓝纷飞 苏海的门不滴农季 在日子里看夕阳看海吵吞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他跳跃的影子不停旋转 鸭满天地怀念地灰 他深沉地双眼载着夜晚 鸭重吻着惆怅心飞 朝来的时空火到汹涌 重启着白蓝纷飞 苏海变满不滴农季的日子里 看夕阳台 太照顾 旋转的记忆这首歌呢 也源自于黄玉合唱团的一首英文歌 叫Days of Summer 哦对 它是比较像民谣 它比较像民谣 不过这首其实好像也是 这个团体非常重要的代表 当时的沙士的广告 也是用这个原曲作为广告曲 所以我那时候听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 这个歌好优美哦 没有想到凤姐 她也翻唱了这首歌 然后以中文词 旋转的记忆发行传记 你有没有觉得 其实像在我们今天介绍的 这些凤姐演唱的翻译歌曲 很多都是可以跳舞的 对耶 像这种旋转的记忆啊 它好像也适合圆舞曲 圆舞曲啊对对对对 那种对女生来说听到可以跳舞的歌 我们就有那种会穿什么衣服 对 会这个联想耶 就是我们从爱你在心口难开 娃娃娃娃娃娃怀 然后听到玫瑰玫瑰娃 �ね 对 防ір牙 一直听到旋转的记忆 可以跳圆舞曲 听众朋友有很喜欢跳舞的嘛 像我很喜欢跳舞 可是因为我们平常比较没有那种社交的宴会可以跳舞 像现在有很多阿姨的广场舞 如果有很好的老师 其实大家都可以去 你们家对面的梁亭 不是就有广场舞了吗 我们家对面的梁亭 每天晚上七点准时 广场舞 我刚开始我好羡慕他们 好嫉妒 因为我不太好意思进去 但我现在其实会有点点焦虑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有换音乐 很想去做DJ 然后好几年了都是那一首歌 对 可是我后来发觉说 其实他们就是婆婆妈妈们 吃完晚餐洗完晚之后 可以大家一起动一动 消化消化的功能 对 所以我很推荐大家 不管男生女生 哥哥姐姐 我觉得一起去跳广场舞 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是啊 有益健康 希望今天晚上凤姐的许多好歌 会让你想要偏偏起舞 不知道今天的节目 大家喜不喜欢 在每一集的凤音乐 都可以分享许多好歌 跟好故事给大家 也祝大家有一个 非常非常幸福 对 我们用凤姐的歌 把这些祝福带给你 大家晚安 晚安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